你是布袋戲的戲名嗎 那絕對不能夠錯過 正在台北館舉辦的布袋戲特展 事實上布袋戲從十九世紀 就轉入台灣 陪伴無數的台灣人 度過成長的歲月 而西田社布袋戲 是捐贈了布袋戲的文物 搭配了模擬石井 還有世衛裝置等手法 讓所有戲名透過展覽 瞭解布袋戲的脈絡 一雙橋手令系有活力活現 伴仙戲又稱為吉祥戲 主要是傳統祈福的宗教場合 一定能夠常常看到 台灣人對布袋戲並不陌生 從最早在廟口前 跟著阿公阿嬤看戲 到現在打開電視機 加入生魔效果的進化版 布袋戲伴隨著台灣人 度過無數成長的歲月 這回台灣博物館整理好 西田社布袋戲基金會 捐贈的布袋戲文物 又讓所有戲名 透過展覽了解布袋戲的脈絡 用上了大概三百多件的文物 那藕的話大概一百多件 包括我們最重要的 就是金犬通的這個布袋戲的戲台 還有這個戲友 不管是一窺見證 台灣布袋戲重要發展 里程碑的戲台 又或是經典的水浦傳 或者是風靡大街小巷的孫悟空 從木偶的雕塑上色到戲服製作 近百件珍貴的戲友 結合多項藝術的布袋戲 要讓戲名看得過癮 整體的中古藝術制 但是還有一項 其實最重要的 其實它傳承了很多教育的意義 我台灣的台語 幾乎都是不合格 對於布袋也不合格 喬布袋在現百年傳統藝術風華 不論成長於什麼世代 對布袋戲有何經歷 和想像的民眾 歡迎老中輕不同世代的悉民 來趟不一樣的文化旅程 歡迎收看 我們倆細聽台北報導